国民党立委到台北地检署案铃告发陈时中 指控在高登快筛采购案上涉嫌土利贪毒 但如今立委再点灵 讲的红朗也是政府紧急征用快筛的进口商之一 它的资本额330万元 这回接下400万计约3.8亿元的投标案 尤其在改营业项目后搭上快筛采购列车 所以才引来立委之一 红朗还强调和政府没有私人交情 也表示一直以来都做快筛的业务 确实从网站上能看到不少相关的产品 不过还有承拦100万计快筛的因斯瑞 背景遭力尾酸是小吃店高登2.0 之前也有做过线上游戏代理 他有很多的这个民事的官司现在还在诉讼中 面对质疑因斯瑞说明游戏代理跟进口筛计本来就是不同的公司在处理 游戏业务虽然曾倒闭但目前也重新复业了 因斯瑞的网页上也能看到从快筛试剂 医疗器材到酒水全都有在卖 但对中央来说这些或许没那么重要 除此之外在酒间进口商中保证能进一千万计快筛的新副委 更被立委洪孟凯质疑是绿油油 因为负责人和董事简成盈都捐过政治现金给绿营人士 而简成盈还是诚实中的学弟 种种巧合也招来国民党立委讽刺 只要颜色对了要拿进口资格似乎不难 TVBS新闻周又轩刘立成李怡婷 台北新闻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